英國大選在職 港人呼籲 為香港而投 李家超公布施政報告 國安愛國教育成重點 香港民主人士 獲奧希容器獎 WJP法治指數 香港排名創新低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簡訊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6日星期四 下面是新聞詳細內容 隨著2024年英國大選進行在職 在英國人日前發起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為香港而投 鼓勵港人在來年大選投票 維持政界對香港議題關注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23日在英國國會舉行啟動記者會 動員在英國擁有投票資格的香港人 在塑造和倡議 英國政治及國際議題上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發起者表示為香港而投 有三個主要目標 分別為鼓勵英國政界繼續關注在英港人重視的議題 梳理在英港人在外交政策外更為廣泛的政治訴求 以及加強在英港人的社群行動力 協助凝聚港人公民社會組織網絡 推動港人融入英國社會 由於資源所限 目前行動會首先集中資源在相對較大且活躍的香港社群 以及政黨之間競爭較為激烈的關鍵選區 根據官網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而總部位於英國的非政府組織香港觀察 Hong Kong Watch 是Vote for Hong Kong 2024諮詢委員會成員 來自主要政黨的多名國會議員 對Vote for Hong Kong 2024行動 表示支持 工坦影子移民部長Stefan Kinok 表示 即使北京政權殘酷攻擊香港人的民主運動 我們工黨亦要與香港人民並肩爭取民主和自由 保守黨議員Bob Seely表示 參與民主對香港人來說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把握機會參與民主 這樣逃離獨裁是沒有意義的 上議院議員of Liverpool 奧爾頓分爵則指 在座各位都深明專制政權和極權主義的本質 特別是中共本性 正因如此 你們更應該積極參與英國的議會民主 這個不限於支持某個政黨 而是支持議會民主 使每個人都能善用我們在英國仍然享有的自由 英國預計明年舉行國會大選 根據英國內政部今年8月下旬發佈的最新統計 自2021年1月31日對香港實施BNO赴英簽證優惠措施以來 至今年6月底止 英國政府已合法超過176,400件BNO簽證 而憑BNO簽證入境並合法 居留的港人是明年大選在英港人手頭逐主要來源 預計可以在部分選區發揮關鍵影響力 特首李家超25日公布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 報告以聘經濟謀發展為民生添幸福為題 但李家超預告2024年內完成23條立法 同時也宣稱將推出當行舉措 在港推動外國主義教育 李家超10月25日以3個多小時宣讀施政報告 開頭即稱國安法頒布 讓香港正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 隨後又稱現時地緣政治複雜 外部勢力繼續插手干預香港事務 要防範那些通過網絡、媒體等渠道 假借社會議題作仿指 企圖挑戰中央和特區管治的遠對抗行為 李家超俗稱 根據國安法要求儘早完成 香港基本法第23條國安立法規定 港府正全力研究有效立法方案 將在2024年內完成立法 但未有交代 更具體的立法時間表 另外李家超又提及 面對全球網絡攻擊風險不斷增加 港府會提升網絡安全 同樣在明年內向立法會提交立法草案 至於網絡安全法 是否會有大陸式的防火牆功能 需等待相關官員 日後就施政報告內容 舉行記者會時交代細節 基本法第23條規定 港府應自行立法 維護國家安全 禁止七類危害國安行為 2020年實施的 《香港國安法》 涵蓋了其中兩類罪 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史卓南代表黨評論說 港府須向市民解釋23條和國安法之間的分別 方可推進立法工作 時事評論員 桑普則對自由亞洲表示 外界相當擔心港府 將遠對抗行為直接寫入23條立法範疇 這等於每個人都要自己裝一個自我審查而欺 在心房旁邊進一步損害香港的言論自由 另外李家超施政報告中 還宣布多項推動外國主義的工作 包括將外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成立外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橫揚中華文化辦公室等 與中共人大近日通過的愛國主義教育法對接 以加強國情教育宣揚愛國主義 發講引述網台節目主持人梁家權的看法指 港府官員曾宣稱中共是中國執政黨 愛國不愛黨有些說不過去 由此可預見在港推行的愛國主義 可能與大陸那套愛國等愛黨的做法相近 而中共的主義是以鬥爭為綱 質疑這個如何和和諧社會 或者香港的國際社會地位相適應 同一節目的主持人李錦雄則表示 近日甚至不少建制中人都對香港落實 外國主義是否會過了 表示憂慮 若外國主義到了香港 不知道會被人玩成什麼樣 華盛頓奧希人基金會 日前頒發的第十三屆奧希勇氣獎 由香港民主運動參與者 及慈善組織請救烏克蘭共同獲得 香港民主委員會董事會成員 周永康代表香港民運參與者領獎 他表示過去幾年 港府剝奪 香港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 而香港人的精神正貫徹著基金會 所提倡有勇氣說不的精神 據江傳媒報導 周永康在致謝聲明中表示 香港目前有1,672名正在獄中的政治犯 希望這次機會向在場的希臘瑞美國人 領事館成員 以及在華府參與政策 仗義的非牟利機構 說明香港政治犯的現況 讓他們知道 當下香港人被壓迫的情況很嚴峻 周永康指 很難說獎項對政治犯是一個鼓勵 因為未必有任何實質的意義 但或者能夠埋下一些種子 讓不同國家的人日後可以一起參與 支援香港民主運動 今年同時獲獎的還有慈善組織 拯救烏克蘭 周永康指出 將烏克蘭的處境中 港人或者能夠找到一些借鑑 不失去希望 繼續勇敢地面對疫境 維繫社群的精神 原則和動力 是現時海外港人各自都能努力做的事 奧希在希臘文裡是筆記的意思 1940年納粹德國入侵希臘 俗心國代表抵達希臘首相的住所 要求希臘投降 首相卻以一個字 奧希回應 2011年創立的華盛頓奧希日基金會 目的是向美國政策制定者 和公眾傳達希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角色 及所起的作用 並向當今展現出奧希日精神的人致敬 這個基金會自2011年起頒發奧希勇契獎 歷屆得獎者包括 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伊朗記者等 世界正義工程WGP公布2023年全球最新法治指數 香港全球142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23位 交久年下跌1位 是連續第三年下滑兼創新低 2023年全球最新法治指數首五位 分別是丹麥、挪威、芬蘭、瑞典及德國 亞太區排名當中 新西蘭則以0.83分居首位 接著是澳洲、日本、新加坡及南韓 在分項評分中 香港在約束政府權力得分為0.57分 全球排名第59位 開放政府得分為0.69分 全球排名第26位 民事法律正義得分為0.71分 全球排名第20位 三者軍教去年輕微下跌 治安及廉潔繼續排全球第6及第9位 而基本權力評分則輕微改善 由61位升至第58位 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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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